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,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 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 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德国杯渡轮对战败人慕尼黑 评论区可留言看好你们的比分,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 主队渡轮是一支地区联赛中的小球队 今年联赛三轮过后拿到9分 暂时在德国中部莱茵州赛区排名第7位 近十场联赛八胜一平一负是地区联赛中的强队 但面对败人恐怕只是以卵击石 客队败人慕尼黑是上赛季欧洲三冠王得奖豪门 新赛季三轮战败拿到6分,赞排得奖第4位 之前在对阵萨维利亚和霍芬海姆都在90分钟内只进一球 但最近三场比赛一共打进7球,进攻状态回升 本场比赛开出克让5球,双方此前并无交手记录 本场比赛为首次交锋 时间分析较到变化比较大,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 请谨慎参考 本场推荐,白人慕尼黑-5 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?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体育财经,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 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 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咯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